我太小,我不要上学 我太小,我不要上学 这是我的妹妹罗拉 她很小,也很好玩 爸爸妈妈说,她差不多大 她差不多够大了,可以上学了 罗拉倒不觉得 罗拉说,我一点都不大 我真的还很小很小 她说,我可能没有空去学校 我在家里有太多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忙 我说,在学校你可以学算术 你就知道怎么数到一百了 罗拉说,我不需要数到一百 我已经会数到十了 十就已经很多了 我有十根手指头,还有十根脚趾头 而且,我每次最多吃十块饼干 十就够了 但是罗拉,我说 如果有十一只很饿的大象都想吃点心 你怎么知道数多少份点心才够呢 罗拉说,这个嘛 我没想过耶 我说,而且罗拉 你不想学写字吗 如果你会写字 你就可以寄卡片 给你喜欢的人了 罗拉说 我喜欢讲电话 又亲切又直接 我说 但又不是每个人都有电话 罗拉 罗拉说 谁没有电话 圣诞老公公啊 我说 你得写张特别的纸条给他 放在烟囱里 告诉他的小帮手 你想要的圣诞礼物 否则小帮手可能搞不清楚 罗拉说 原来是这样啊 查理 我说 你不想学认字吗 这样你就可以看自己的书了 还可以知道冰箱上面写的秘密留言 罗拉说 我早就知道很多秘密了 我不需要学写字 我的书全都记在脑袋里了 就算忘记了 我也可以自己编 冰箱上面的秘密留言 冰箱里有粉红牛奶 我说 但是罗拉 如果有一只大发脾气的妖怪 一定要你念那本 他最喜欢的床边故事给他听 才肯上床睡觉 那你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耶 查理 最后罗拉说 好吧 我愿意念故事给妖怪听 还有数大象有几只 还有写纸 还有写纸条 放在烟囱里 但是我绝对绝对 不要穿学校的衣服 我不要跟其他人穿得一模一样 我说 但是罗拉 你又不必穿学校制服 在我们学校 你爱穿什么都可以 罗拉说 哦 你等一下 我知道 我确定要穿什么了 我说 这个嘛 罗拉 你穿这套真好看 但你不能穿得像一只鳄鱼去上学 罗拉说 这不是鳄鱼 这是短吻鳄 我说 你也不能穿得像一只短吻鳄去上学 罗拉说 为什么不行 短吻鳄是特别的时候穿的 上学的时候穿条纹的就好了 罗拉说 真的吗 罗拉说 我还蛮喜欢条纹的衣服 但是我吃午餐的时候 怎么办 你知道我绝对绝对 不吃学校的营养午餐 我妹妹超级挑食的 我说 罗拉 你可以用自己的便当盒 带你自己的午餐去吃 罗拉说 可是我不想在学校 自己一个人孤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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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니om 自己一个人孤零零零零零汤 吃午餐 我说 罗拉 你在学校会认识很多新朋友 你可以找一个新朋友 一起吃 然后罗拉说 可是我的朋友是 索伦罗伦森 我想在家 跟他一起吃午餐 索伦罗伦森 是罗拉的隐形朋友 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我说 可是罗伦森也要去上学 如果你不坐在他旁边 他怎么办呢 没错 罗伦森一个人上学 是会有点紧张 看来 我绝对要陪他去不可了 罗拉说 一路上 罗拉都拖拖拉拉的 他说 罗伦森觉得有点不太舒服 他担心不会算术 写字 还有看书 又担心没有人会跟他说话 他会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 没事的 没事的 你一定会很棒的 我敢说 你们两个 一定都很喜欢学校 放学以后 我们可以回家喝草莓牛奶 其实我一整天都很担心 我下课没看到他 午餐时也找不到他 放学时他也不在他的挂钩下等我 然后他忽然出现了 而且不是自己一个人 他跟别人一路蹦蹦跳跳回到家 到家了 我说 罗拉 我就说你会喜欢上学吧 罗拉说 查理 我早就知道了 我一点也不担心 紧张的人是罗伦森 又不是我 我很棒的 结束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